哄读《轮养圣询》第一册 第282页 既功莫佛自卑主义 人生如一场戏 生诞经莫丑 个人来办起 无论你是主角还是配角 希望你尽情地演出 哪怕是一个小丑 也希望你把快乐的心情带给唱神 那随习功德将是圆满无缺 每一年有每一年该做的事 来年也有来年的功课 但是我们要尽心填题 维师齐学你 修道当中 不达到100分也要80分 肿静总会过 伤心总会放下 心痛总会愈合 心情低落总会恢复平静 因缘走过 一切皆好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计 观看人世间事事无误 皆以平常心观之 那么你就会很泰然 很心安 都读圣行之书 深入经账 智慧如海 将能伴你走完修道旅途 人的缘分 缘很微妙 父母兄弟是缘 夫妻是缘 修道是缘 如果你是乘缘来办到的 那么你道旅的缘 会比家里的缘还要深 缘分之事 深不可言 有缘有分 才能成其美事 有缘无分 成其苦事 人与人之间的缘 是微妙的 你们同堂修道 成为修道伴侣 道远之身 深不可言 所以你要把握道远 才是长久的 可以在道物上 互相补不足 成为一家人 就不一定会长久 所以修道要明白因缘 势透因缘 放下因缘 所以你要渐渐修 让你的六根六成六事 渐渐清净 洗下尘老 谢谢大家